欢迎来到小九聊剧,今天小九带来一下支圈套 第36章 当然,最后今夏还是没能成功换病房 气鼓鼓着按了床头铃,也是为了找大夫来给路易重新爆炸伤口 经过刚才一番打闹,路易肩膀上的伤口还是重新撕裂 现在两个人一左一右肩膀上各有一个伤口,简直不能再默契了 让你瞒了我这么久 今夏坐在床边,颇为气愤地还着双臂 故意扭过头去,不去看护士,重新给路易揭开身上染血的纱布 重新消毒包扎的样子 不过到底,心里还是放心不下某人 不住地用眼角的余光去撇合自己只有一条狭窄过道之隔的路易 毕竟之前他肩膀处血流如注的模样实在是太过吓人 让今夏直到现在还心有余悸 就瞧一眼,一眼就好 就瞧一下,看到路易的伤口恢复得怎么样就好 他才不是担心他呢 口是心非的今夏视线透过两人之间隔着的护士 落到了他已经退下了半边衣服的肩膀上 因为爆炸 除了最明显放射状的剑伤,周边还有很多已经结痂 呈现暗褐色的擦伤,当然还有很多细不可查的 几乎已经淡了很多的陈旧伤口 这一眼落上了,便再也没能挪开 惊吓望着路易身上数不清的心就伤疤 联想到之前蓝青璇同自己讲过的路易悲惨痛苦的过去 那些原本还将信将疑的画面最终得到了印证 他似乎过得并没有外人看起来那么风光无限 叱咤黑白两道,让人闻风丧胆的陆大阎望终究也是人 他也会受伤,也会难过 他突然觉得自己很幸运 能够走到路易的身边 走进路易的心里,能够看到男人从未展示在任何人面前的脆弱 两人的关系因为之前的表白而终于敲定 虽然惊吓从始至终并没有说出肯定 却也不想否定 哪怕路易口中的卧底身份,其真实性还是存疑 毕竟今下还是记得当初师傅说过 自己是被总局一个代号X的高级卧底点名派到路易身边 如果说路易就是那个卧底小组的组长X 他又为何在罐头食品加工厂 当着层服层兽和那个所谓反水的卧底的面,让自己杀人 又在别墅里毫不留情地揭露自己的身份 此外 他的身份和蓝清玄师兄口中的路易背景存在很多矛盾点 如果蓝清玄师兄当初说的都是真的 那么他也应该并不知道路易卧底的身份 路易如果真的是卧底 他又是什么时候被派到严师父子身边的 说谎的究竟是蓝清玄师兄还是师父,亦或是路易 疑点太多了,让今下隐隐有些不安,不愿意再去继续往下想 他知道无论是谁在说谎,真相绝对不是他想要看到的 怎么?看呆了? 路易换完要谢过来帮忙的小护士 就看到了双眼直勾勾盯着自己方向,明显在发呆的今下 他走过去,伸手在今下的面前挥了挥,后者一个机灵 差点从床边滑下来 他眼神里飞快退去的复杂情感并没有能瞒过路易的眼睛 他当然知道以今下的敏锐观察力和分析能力 他不会发觉不出这些事情之中的疑点 只是医院病房人多嘴杂 再加上他们两个人刚刚才在一起 还不是将一切都同他原原本本揭开说清楚的时候 他还需要成长起来练就更加坚强勇敢的心 去面对之后将要发生的事情 杂兰叶将是他成长的踏板 也将是整件事情的开端 你又没什么好看的 我在想别的事情 今下有些尴尬的抬手挠了挠头 等到整个房间里只剩下了他和路易两个人 才发现自己竟然不知道该如何面前面前 已经和自己有了实质性关系突破的男人 后背的伤口还疼吗 随着今下抬起手臂的不顺畅动作 路易眼间的发现他是又忘了自己后背有伤 一抬手牵扯到了背后的伤口 疼得他不得不半途换了个姿势缓解 疼到是不疼了 就是还有点痒 今下放下手臂 眼前男人突然的关系让他的心里 生起一股莫名的甜蜜和满足 将之前的愤怒和疑虑全都抛至脑后 果然 色令至昏 古人成不弃我 那就是快好了 你这几天是不是该做康复了 今下的身上还穿着烧伤服 防止皮肤流疤 为了不让肌肉乱缩 还需要安排每天固定时间的康复训练 明天应该就开始了吧 今下点了点头 显然还没想到 接下来迎接自己的将会是何等的痛苦折磨 我不 啊 疼疼疼 康复室里正坐在锻炼背扩机的机器下 被康复科医生按着胳膊做伸展运动的今下 正皱着一张苍白的小包子脸 痘大的汗水顺着他被浸湿的额前碎发留下 因为伤口结痂之后 新的皮肉会乱缩 为了让他的肌肉恢复正常功能 他需要每天定时进行伸展运动 将已经长好的皮肉不断地拉伸开 这相当于将自己后背快要长好的伤口 重新一次次撑开 其中痛苦可想而知 这种紧低于生孩子疼度的痛苦 让今下彻底放弃了所剩无几的淑女形象 惨烈的叫声回荡在整个空旷的训练室 袁小姐 疼也要做 你要是运动不到位 以后可有你瘦的 医生是个中年大叔 见惯了病人因为疼痛呲牙咧嘴的样子 表情非常淡定 并且手劲也大 一把就把想要从机器上逃跑的今下 重新按了回去 继续下一组动作 那你们好歹给我点止疼药 疼 哦哦 今下欲哭无泪 特别是陆一海老神在在的坐在一边的凳子上 一双黑眸 似笑非笑地看着自己张牙舞爪的狼狈样子 那副嘴脸让他心里更加不平衡了 只疼要吃多了 人会变傻 医生无情反驳 那为什么他不用做康复啊 我们明明都是一起来的 今下忍无可忍 趁着一组训练完了 医生松手的时机 伸出酸软的胳膊 指着不远处的男人 位置不一样 他的烧伤面积不大 不需要做康复 医生抬眼看到了坐在一旁的陆毅 对于这个 让全院医生几乎都跑来抢救一遍的男人 也算是眼熟了 不得不说 男人的身体素质真的很好 他之前见过的在 ICU躺了将近一个星期的病人里 也就只有眼前的男人能够这么快来去自如 还有闲情抑制 陪着女朋友一起来康复式看他训练 没有天理了 见自己的话都被一生无情驳斥 今下只能可怜兮兮的将委屈都吞回了肚子里 继续进行剩下的几组训练 说什么以后都照顾自己 说什么会对自己好 男人果然都是大猪蹄子 这才在一起没两天呢 就可以这么幸灾乐祸的看着自己做康复 他还想昨天为什么陆毅会突然提到康复 原来是他早就知道康复会这么难受 以后习惯了就不会这么疼了 终于结束了杀猪一般凄惨的一个小时康复训练 浑身湿透像是刚被人从水里捞出来一样的惊吓 手脚软得像是面条在陆毅的搀扶下一步步缓缓朝着病房走去 陆毅拿着早就准备好的毛巾给惊吓擦着额头上的热汗 两个人如今这般的样子倒像是惊吓受的伤比较严重了 说得好听你去让那个医生练两组试试 惊吓有气无力地摆了陆毅一眼 实在是没有力气和陆毅继续伴嘴靠在他的怀里 享受着男人为他服务 身上都是汗等会我给你擦擦身子 男人的视线撇到了惊吓汗湿的领口 眸色逐渐加深 哦 惊吓脑子浑浑噩噩的一时半会没有反应过来 下意识地点了点头 不不是我没有答应 等到男人将病房的门窗都关好 拉好窗帘打了热水回来之后 承巴抓鱼姿势一般四肢张开 脸朝下贪软在床上的惊吓才回过神来 对着面前的男人连连摇头 可是惊吓我跑了这么远给你打的热水 我身上还有伤 原本动作利索的男人一听到惊吓的拒绝 脸色顿时垮了下来 捶着受了伤的手臂 一副很不舒服很不容易的样子 就是因为你有伤才不能乱动啊 我自己来就好 惊吓看着陆逸一秒完成了从神采意义到病弱的转换 突然觉得他不出道去拍电影 简直是浪费了这幅好天分 你做康复这么累 手都酸了肯定举不起来 陆逸低垂着眼眸 一副好心被人糟蹋的委屈样子 惊吓觉得自己一定是眼花了 要不然怎么会从陆老大的身上看出他竟然在委屈 可是我是女生老大 你是男人啊 等一下让护士小姐帮我擦一擦就好了 惊吓觉得自己还是要坚守住自己的底线 虽然两个人现在已经确定了关系 又住在一间病房 之前勤到农时还把持不住亲了好几次 并且晚上自己也悄悄地偷看过好几次陆逸换衣服 每每都对他的八块腹肌和线条流畅的腰线流口水 但是他还是一个有原则的人 所以某人已经完全忘记了之前自己被路易敲晕了带回别墅 是他给自己换的衣服 该看的不该看的早就一览无余了 而且明明是眼前的男人受的伤更严重一些 怎么反而现在手无腹肌之力的人成了惊吓自己 他对男人惊人的恢复力第一次产生了感叹 不过他身上之前触目惊心的伤口还是让惊吓放心不下 这也是他坚决拒绝路易帮助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可你已经是我的人了 路星号影帝星号一可怜巴巴地垂着头小声嘀咕 似乎对于自己到嘴边的肉不能吃感到十分的不快 并且渐渐快要按捺不住自己内心原本的狼性 内心不断叫嚣着想要不管眼前的人如何反抗 都想要栖身压上去语 去触摸他出了汗之后已然变成粉红色的娇嫩细腻的肌肤 我们目前只是交往状态 谁是你的人了 听到他一如往常的霸气宣言 尽管心里开心的不停打起了鼓 今下面上仍然是一副义正言辞的正经模样 解释道 那要不换一下 望着面前今下羞红了半边的小脸 路易平日里对福帮派斗争的一肚子坏水终于有了用武之地 换什么 惊吓迷茫 不懂他松口是真的因为听进去了自己的解释 还是又想到了什么别的坏主意 当然 他认为后者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我打的热水挺多的 而且我之前在ICU也一直没有洗澡 所以 等下你自己擦完之后 可不可以帮我也擦一擦 路易狭长的眼眸深处闪过不易察觉的一抹脚霞 等到目光落在今下的眼中 就只剩下了示弱和可怜的哀求 今下从来不曾想过 一向喜欢板着脸 杀人不眨眼的路大阎望竟然有一天会求自己帮忙 并且脸色转变得如此自然 如今模样若是被层服层兽和他的对手瞧了去 恐怕都会怀疑路易是不是因为之前的中毒毒坏了脑子 他的请求内容让今下愣了片刻 又被路易瞅准了机会 将手里借好热水的毛巾塞到了他的掌心 然后整个一米八五的大男人就这么笔直地站在了房间里 充满期待地望着有些错愕的今下 你快点擦 等下水凉了 老大 你是真的被毒坏了脑子吗 今下无奈地叹了一口气 路易是松口让自己擦身子了 可是他整个人处在自己面前就这么瞧着自己 是不是太镇定自若了一点 他开始怀疑路易原本那张冷硬的面孔之下 是不是堪比城墙厚度的脸皮 要不然怎么可以做到不过是一天的光景 就变得这么爱撒娇这么会装傻 想到他之前患有PTSD的病史 今下觉得路易可能真的是脑子有点问题 需要找个心理科的医生来看看了 你是要我出去吗 路易歪着头 眨了眨他那双有着纤长雨节的黑眸 脸上真挚的表情 再加上他原本就交好的五官 是一种夺人心魄的美感 让一向严控的惊吓 可耻地吞了一口口水 突然心里生出了几分不忍心拒绝他的想法 要不你回你床上 我把中间的帘子拉上就好了 反正就擦一擦胳膊和腿 自己后背上的伤口还不能沾水 今下还是可耻地输给了自己的内心欲望 做出了妥协 那我去床上等你 目的达成 某人的薄唇边展开一抹得意的弧度 好 今下心累地点了点头 任命地在康复训练完之后还主动担起了为两人擦身的任务 不对 什么叫去床上等自己 他这才发觉了路易化中的奇异 被人又在无形中狠狠撩了一把的惊吓 眼角抽动 却又只能忍下来 不好发作